你会紧张 这个大家好 这个非常荣幸啊 这个能够在这边陪伴大家五天半的时间 这个地球上人这么多 这个大家能够有这个缘分 在这边在香港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汇聚在一起 然后共同去感受着这份这个 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的伙伴传递出来的这种爱啊 关心啊 这种光啊能量啊 事实上我们吃的 包括我们在制作的 真的不仅仅是物质的食物 我们是在通过这个物啊 通过这些物质的部分啊 然后呢 我经常也和很多人分享 就是时已在到 事实上我们是背后是有很多的一些一些能量 一些爱啊 一些这个一些正能量的部分是在里面的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能够有机会 能够亲能够把这个师生的厨艺啊 把他这个现在是有一些了解和熟悉 回去之后呢 把他应用成熟 然后呢用这个方式可以影响很多人 现在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食品危机 全球在关于吃的部分 的确是危机重重啊 这个因为吃这个部分将可能让整个地球 就是如杠杆一样 可以把地球给他给他撬起来 如果我们人类再继续这样吃的话 吃这种吃这样的食材 以这种方式去吃的话估计地球我们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的可能看到我们的后代是可以 可能在在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可能可能他们都没有机会在这个地球上有这么这么一个适宜的环境性生存 所以我们是认证而道远的 希望大家这个把我们这个学到的这些本事啊 然后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真的是去影响和帮助更多人 事实上呢我们的确是作为我们个人来讲不需要吃的这么多这么复杂 的确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载体去影响更多人 为了我们自己真的是很简单 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很简单 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很简单 也可以这个比较悠哉悠哉的 啊但是我们我们是活着并不是为我们自己我们要为了这个身边啊更多的人啊影响更多的人 他们走向走向一条康庄大道 所以大家今天能够来到这边的都是肩负使命的啊哈哈 每位伙伴都是一颗种子希望大家在各自的地方能够开花结果啊 这个游如大树一般啊这个忽悠更多人啊好谢谢谢谢